好的,我们现在这个贴片道 就是讲到怎样不被人影响 明白人是怎么样 然后我们不被人影响 有三个经文 118篇6节 有耶和华帮助我,我必不惧怕 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就是神帮助我 神是全能的 凡事都能的 我就不需要惧怕 不需要惧怕 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他能够做什么事情反对神 反对神的指名呢 我们不需要怕 这个经文 以上是51章12节 唯有我去安慰你们的 你是谁 竟怕那必死的人 怕那要变如草的世人 世人都要死 每个人都要死 神能够安慰我们 为什么怕那些必要死的人 他们都要死了 有一天都变为 好像草疫这样 都要过去了 然后 药汉福音 2章24节 讲到耶稣自己 本身不被人影响 耶稣却不将自己教托他们 因为他知道万人 也不用着随见证人 怎样 因为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 这里讲到耶稣 他不将自己教托人 他没有问门徒 我应该去哪里传道啊 我应不应该帮助这个人呢 我应该怎样做啊 他没有将自己教托他们 因为他知道万人 他知道所有的人 也不用用不着 谁去见证人 告诉他人是怎么样的 他不需要 因为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 他知道人的心里面 所存的恶 人的愚蠢 人的问题 他知道的 这个第三个经文 告诉我们什么呢 神是充满能力 帮助我们 安慰我们的 人是存着一些不好的东西的 人是有罪啊 有愚蠢啊 有不好的东西的 好了 我们应该在经文里 在讲到里面 首先 反面的例子 反面的例子 很多 为什么呢 很多人都怕人 很多人都被人伤害 其实可以说 如果没有受过训练的人 大部分人都会受人影响 极少的人 学会不被人影响的 很少 很少 这个 就是在 在会里面 应该基督徒明白 有神帮助我们 不需要怕人 但因为在世界上 他们长大的时候 是怎么样的 长大的时候 有些人会欺负他们 骂他们 伤害他们 他觉得 人 很可怕 人很有能力 所以很多人都相信 这个是 就是看到反面的情况 也是发挥这个惧怕 人为什么惧怕呢 因为 人的确是可怕的 有些地方 很可怕的 很多不同的问题 你想到的问题都有 我曾经 曾经有基督徒告诉我 他曾经跟另外一个基督徒合作 做圣意 后来这个 另外一个基督徒可以 欺骗他的钱 可以是这样的 基督徒为了钱 可以做任何事情的 我不许说所有基督徒 是说有些基督徒 这是人的伤害 因为人放在心上 所以这个伤害 所以我们会发挥这个伤害 这个伤害 进入人的心里面 很多人的内心就很痛苦 活得很痛苦 很重担 很有重担 很烦恼 不开心被人影响 而且 拦阻他的生命的发挥 本来神有奇妙的计划 但很多人就是被人影响 所以他们的生命不能发挥 这个 真的是不合理的 你想想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看重的 是非常宝贵的 有耶稣的衣袍 我们所做的所有的善行 神都是纪念 然后人有犯罪的 这个犯罪人是违抗神的命令 他们生活是神不喜悦的 为什么被他影响了 他虚有问题的人 是不是 他很多问题 我们的本身 如果我们相信神的话 我们的生命很宝贵 神有奇妙的计划 我尊重神 我的生命可以大大的发挥 我将圣体献上当着国际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就能够察验神的善良 成全和喜悦的旨意 神已经将我的生命 写在生命策上 有美好的旨意 但这个人 不是行在神的旨意的 神是全能的 他有大能的 我为什么被他影响呢 这个是很简单的道理 但其实人很多时候 不是被道理带领的 不是被真理带领的 他们是被什么带领呢 被情绪带领 被感觉带领 被历史的反应带领 这是我用一个例子 如果你们有开车的话 你知道现在的车 大部分都是 自动波 自动波 大部分都是自动波 自动波的车很简单的 其实你可以开动这个车 任何人都可以开动 你放开你的脚 离开这个 brick 叫什么 你放开这个 这个车已经开始动了 你踩这个油门 是不是 油门 油门 车就开了 很简单 但你空气是另一回事 你要学习空气 但如果是用这个 关波有没有 手波 手波的话 很困难了 因为你左边要踩一个 这个clutch 你们叫什么 左边要踩那个 离合器 离合器 然后离合器 快要离开了 你就放油门 这个 油门踩进去 油门 然后你的车就动 否则你 不会踩这个油门 这个车就会死火了 如果你太早 如果你太早放你的左脚 你的这个 这个叫什么 离合 离合太早放的话 这个切就好像马这样奔跑 跳动 跳动 所以开这个 这个叫什么 手动 手动挡 手动挡呢 真的要小心 是不是 真的要刻意 但机动挡呢 随意就可以了 是不是 放脚就可以了 车就开了 我就说 神就给我这个 带领 我们的机动挡 去发怒 骂人 被人影响 人骂我们 哇 这么 为什么骂我 就吵架了 可能就打人了 就很多 不好的反应都没有 思想过 后果是什么 没有 思想过 这个后果带来什么 破坏生命 有些人就是这样 破坏他们的生命 被人 炒鱿鱼 有没有 就是炒鱿鱼 炒鱿鱼 炒鱼 被人炒鱿鱼 做什么工作都做不成了 生命就破坏了 西凤 人就抗拒他了 因为他容易发怒 因为他跟随这个 激动挡 这个经文 激动挡是什么 激动挡是 这个经文 激动挡是什么 怕人 就怕人了 是不是 激动就会怕人了 是不是 就放入了 但这个 手动挡 就是说 神帮助我 我不需要惧怕 让我里面处理 我不放在心上 他说的话不要紧 因为我是神看重的人 他是没有尊重神的人 他说的话不是真的 如果他说的话是真的 我就认错 但如果我没有错 我不需要 不开心 也不需要 骂他 我不需要反驳 不需要放在心上 他说的话 好了好了 我留意 谢谢你 谢谢你 没有问题 不放在心上 但这个需要 手动挡 是不是 我要调整 我的内心 需要处理 才能够 无被人影响 神的恩典是什么 我说很多人就是 跟从自动挡 所以整个生命就破坏 有些人 整个生命破坏 甚至传道人 牧师 我认识四个牧师 去犯了奸淫 两个 两个去坐牢 四个都必定要 马上离开他们的 事奉的岗位 然后有 有些就从来不能再进入 事奉里面的 这些都是真实的情况 就是因为他们 跟随他们的自动挡 就犯建议了 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其实攻击人 很多很多 就是人的话 神 人的怒气 这个 就是这个问题 正面的例子 就好像大卫这样 不被少了影响 还是祝福他 我们不被人影响 总是祝福 这个是 正面的例子 好了 神的恩典是什么 神是掌权的 全能的 凡事都能 没有人能够破坏神的计划 所以我们需要建立这种信心 我是极度宝贵的 极度重要的 在神的天国里面 很重要很重要 但有些人说 我不是很重要 因为我做的 还是不是完美 但你跟随这个教导 你就变为很重要了 我告诉你 这两天你所学的 你应用出来 你就变为很重要 其实你本来就是重要 但可能你不愿意 这些教导 所以就没有很大的力量 但如果你知道 原来你有这么大的能力 神这么看重你 你就开始说 我是宝贵 但我不是倾看人 我不是倾看人 但我不是不被他们影响 我不是要被他影响 因为他不是跟从神 他是被这影响 这是他的问题 不是我的问题 我不需要放在心上 这样的话 这需要 这个手动打 处理 在里面说 不要紧 神必定帮助我 我想问你一下 这里有多少人 你会 真的处理的 不被人影响的 有人骂你 你还需平稳安静 马上处理 不放在心上 然后谁在这里 你是有这样处理的 有没有啊 有了 有了 但是骂多了 就不理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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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助我的 有神帮助我 无人 无人能害我 有这个见证在网上 我看到的 有一个孩子 他的爸爸和爸爸的妈妈 都是跟从这个巫术 某些的巫术 跟从的巫术 他们要这个孩子将来要成为巫师 就能够有法术的能力 魔鬼的能力 但他娶了一个 五神中 就是经历圣灵的 不是灵恩派的 五神中的一个太太 这个太太就常常为这个孩子祷告 后来当他十岁的时候 这个孩子十岁的时候 两个人过来要 拿走这个孩子 因为这个是 他的婆婆吩咐的 他的爸爸的妈妈吩咐的 要将这个孩子拿去 做受训练 做巫术 巫师 所以呢 巫师方面的巫师 巫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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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两个人来的时候 这个妈妈就一边祷告 然后 这两个人就很惧怕 就跑走了 为什么呢 然后原来 后面有两个巨人在那里 就是两个天使 站在那里 非常的伟大 有能力的 其实我们是有大能的 天使在我们周围 我们是 我们是神看中的人 是非常神 非常宝贵的 所以这两个人就很惧怕 就跑了 跑了去 这个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有神的帮助 我们是非常特别的 我希望你每一天都说 我是非常特别 非常重要 你现在 先看 我是非常重要 非常特别的 神要使用我 神在我身边 有奇妙的计划 我要被神大大使用 我不要惧怕 神必定扶持我 神必定爱我 神也安慰我的 所以神安慰我 我不需要怕 那些必死的人 他们都要死的 有一天 都要变如草的 耶稣也不将自己 这样做人 因为他知道 其实在神的眼中 在耶稣的眼中 世人都犯了罪 他看的人都是有罪 但神的机会 是什么呢 他懂得怎样 改变罪人 然后训任他们 提升他们 让他们成为 服侍神的人 这个是神的机会 有些人 真的生命很多问题 神可以提升他们 改变他们 然后使用他们的生命 这个是神的恩典 神有能力 所以耶稣 虽然看到人都不好 但他不去咒诅人 他去接受人 护照人 训练他们 改变他们 提升他们的生命 这个就是神的能力 和机会 我们有神帮助我们 我们就是说 我什么都不怕 不怕人 什么都不怕 其实我们怕的 大部分都是怕人 基督徒也不怕死 死了就去天堂 但大部分都是去怕人 怕人之后又怕自己了 只要怕自己了 哎呀 我做得不好 内疚感了 就自责 我自己做得不好 所以人怕的 都是关于人的东西 或者是怕没有钱 但神会供应我们 好了 这个是神的恩典 这个警告 很多基督徒软弱 大部分基督徒软弱 都是因为人的缘故 因为情绪的缘故 因为我在网上 发了很多影片 所以很多人找我的 他们有些也是 看了我的影片 来找我的 这些影片帮助人 我感谢神 能够影响人的 来找我的人 大部分都说 有人伤害我 很痛苦 不开心 烦恼 灵命没有力量 我生命怎样提升 我最想找我的是 我想被神使用 这个很少 很少 很少 其实我是在网上说 我训练人 是奉神 但很少人去来 受训练 大部分人去找帮助 大部分人都去 很多烦恼 这些烦恼的人 来到我们这里 我们能够帮助他们 如果他们接受 神的帮助 例如这个姐妹 她以前 丈夫离开 带着孩子走了 她想 击杀 她赌博 输了很多钱 有癌症 什么困难都有了 想跳楼 但神保守她 信了耶稣 但信了耶稣之后 在这个教会 有些少帮助 但帮助不大 但后来她在网上 看到我的影片 找我 然后就 有意志释放 其实她的意志释放 很多时候 去看我的影片 她就再释放 在家中就释放了 来到我们这里 也是这样 然后她 她就变为 怜悯人的人了 她就怜悯 她的邻居 怜悯在 她的教堂里面的人 也去宣教 也分享了 这个就是神意志她 她愿意 但我们有些人来 他们还是不愿意处理 因为很多人不去 跟从 思想 跟从神去处理 他们是跟随 激动的反应 人骂我 不能承担 又要发怒 就要吵架 就要不开心 就要烦恼 就要想死 就要吃精神药 都是我们常常见到的 我们就说 神帮助我们 知道这个 破坏性 好的 我们知道这个破坏性 这个情绪被人影响 你就想一想 你有没有被人影响呢 值不值得被人影响呢 好了 如何 如何 首先是清理垃圾 我们每个都有被人影响的地方 我自己有 很多 其实我有多年 有些惧怕 为什么呢 因为 我长大的时候 我的家庭 离婚 然后吵架 家中很多吵架 打骂 我就做噩梦 也梦游 这个是我小的时候 八岁的时候 开始的 然后我失望的时候 也有一个同工 她背后批评 然后她是向我的太太批评 然后我的太太就 就对我发怒 我就很受伤害 很多年 当时我就 其实对我是有益的 因为当时我就开始 互相选 选她 联名我 我就开始唱诗歌 之前都有 但我当时就学习 这个平稳 安静的唱诗歌 我的心 平稳 安静 就这样唱诗歌 然后就越来越平了 后来又经历 圣灵 又处理生命 处理生命 我就从这些经历 我就学到怎么样了 人对我的伤害 不要放在心上 我用不同的方法 哥林的前书 四章二节 所求与管家的 需要 有他 有忠心 我忠心 神就会 说我 我努力去做 神就 满足了 所以我 我已经是 很努力的 虽然这个传达人 希望我做得更好 当时我不是做 做得这么好 还是有帮助人 但他希望我很快很快 就带很多人心 但他的批评反而令我很 很多压力 很惧怕 这个需要多年的处理 当时我还不懂得怎样处理 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有益的 就是因为这个情况 所以我就 有动力 也有这个经验 去处理 负面的影响 人的负面的影响 我就学习分辨 所起于管家 需要他的中心 我已经是中心的 神也看重我们的 我一边凉水 神都喜悦了 所以我不需要被人影响 人的话 算不了什么 因为 神不是要求我们完美才喜悦的 我们尊重神神的喜悦 但处理了 再为主 又平安 但第二天又不平安 第二天又烦恼 或者是有些惧怕 有些时候不是想到这个人 我已经离开很多年了 但这个惧怕成为一种习惯 我后来发觉 我怎么做呢 就是每天做 而且每天说我是很宝贵 很重要 神看重我的 不去骄傲 就是说每个都是重要 每个基督徒都重要 我跟从神 神很看重的 我不需要被他影响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而且我学到这个 我静静神神必定喜悦 一杯凉水神必定喜悦 所以我可以笑 神喜悦我 我就笑 哈哈哈哈 这样的话 我开始就喜乐 这个惧怕就离开了 这个是从我的经验来的 这个是我觉得很 学到这个 这是不被人影响 去到我去宝贵的 用任何合乎圣经的方法 去放下这些垃圾 这个是第一 第二 亲近神有力量 我感谢神 我就建立这个习惯 整天加美主 整天有力量 整天有平安 好了 实际上怎样处理 刚才我说了一些 就是说 祈遇管家的需要 有他忠心 我是忠心的 我是不需要最怕 我亲近神神喜悦 我就可以开心 我是爱神的 我想进入神的计划 神必定帮助我的 我不需要被人影响 任何的方法 去合乎圣经 我们都可以使用 而且有 好的基督徒的支持 一起祷告 一起鼓励 也是很好的 我感谢我的太太 她的 所以我的支持 令我觉得平安 轻松 同时我会这样说的 同时我们在主里面的成长 也给我们有安全感 什么意思呢 我们的安全感和健康的自我形象 第一来自相信神的暗点 相信神的暗点 但有些人相信神的暗点 他语言常常吵架 他会不会内心很健康呢 不会的 他做续常常失败 他会不会 有健康的自我形象呢 不会的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建立 语言的关系 怎样语言交往 怎样处理事情 怎样处理困难的事情 怎样处理批评 这些我们都需要建立 我们自己建立 也训练人建立 这是怎么样建立呢 怎样柔和谦卑的说柔和的话 在我的教导里面有这个教导 关于说暗点的话 和柔和地说律法的话 我们也需要讲律法的话 但用柔和的方法 我们怎样可以改善呢 我们有这个情况 我们怎样可以改善这个沟通 用这个方法 用提问的方法 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但很多是这样的 他们有问题 他们的处理方法是什么呢 骂对方 这是处理方法 你做得不好 就骂你 但这个不会改善 所以我们需要建立 柔和的方法 怎样处理同工的问题 怎样处理家庭的问题 你曾经处理过 你的里面就知道你是重要 你是有能力的 神看重你的 因为有些人知道他们是重要 但他们做什么事情都失败 就不会有 就会有自备感 不会有健康的自我形象 我们都需要建立这些 知道我去保护 我能够帮助人 我能够侍奉 我可以不被人影响 这样的话 你就鉴定 你的生命就鉴定 很稳固 不被人影响 人骂你 你知道不需要被他影响 因为我的生命很宝贵 神要使用我 我不需要被人影响 这个人也重要 但我不需要被他影响 我找方法去帮助他 整个人有何谦卑的帮助他 但我不需要被他影响 这个是建立 健康的自我形象 我希望你们都有这个 健康的自我形象 就是知道我是宝贵 我是重要 我的生命是被神发挥 我真的与人相处 真的我能够用神的方法 谣和谦卑的方法 我也能够处理问题 我也能够侍奉神 看到人改变 能够有方法 我们需要学习的 如果一个传导人 他很相信神爱他 但他总不能建立人的灵命 他不会有健康的自我形象 他觉得他帮什么人 这些人都不会增长 都不会改变的 他会觉得自己很失败 就没有安全感 但如果我们学习这些机会 其实这些机会从哪里来 从圣经来 从神的关系来 也从我们处理生命的经验来的 当你处理人的问题 提升人的生命 帮助人的生命 也帮助自己 其实我很多经验 去从帮助自己来的 当我帮助的自己 我就能够帮助别人 这样的话 你就有安全感 就不被人影响 人说什么话 不要紧 不需要放在心上 好了 刚才是这个 如何 实际上 怎样 如何去 处理一些 难处理的人 怎样帮助自己 有健康的自我形象 并不被人影响 怎样 平安喜乐 整天都喜乐 喜乐是很重要的 你每天喜乐的话 你就有力量 哈利路亚 好了 我们鼓励你们 现在就处理这些垃圾 里面如果被人影响 如果不平安 没有健康的自我形象 就求神 抑制我们的心灵 帮助我们 建立我们的生命 我们一起祷告 求神 加力量给我们 哈利路亚 神啊 你真美好 因为你是全能的神 神帮助我们 我必不惧怕 我什么也不惧怕 我不需要怕人 我不需要怕邪灵 我不需要怕环境 我不需要怕攻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